净空法施法语 十四 佛法是教人觉悟 教人成就真实的智慧 一 以佛法自始至终都是以智慧为目标 所以智慧从哪里开 从清静心开 心清静了 清静心起作用就是智慧 二 佛在经上常常把心比作水 心水 水不动的时候 平静 它的作用就像一面镜子 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 那就叫智慧 三心里面心水起了波浪 也有作用 也能照外面境界 只是照得支离破碎 不是完整的 所以我们对于是初世间一切是理 也知道一些 但是不完整 四 我们现在这个心水起波浪 烦恼重的是大风大浪 烦恼轻的是小风小浪 总是不平静 所以我们的智慧不能现前 二 意你心不清静 学得再多 听得再多 现文再广 那叫是智变聪 那是济问之学 不是智慧 二 智慧不是学来的 智慧是我们真心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 你看得很多 听得很多 记得很多 都不是自信流露的 都是从外头来的 都是从妄想来的 要知道 妄想是烦恼的根源 它障碍你的自信 障碍你开智慧 障碍你开悟 三 你有妄想 心不清静 智慧不能现前 真智慧从哪里来 从清静心来 所以佛弟子在家里面设佛堂 不烧香末有关系 不供花也末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公益杯水 似水代表什么 清静平等 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清静 一样平等 智慧就现前 大家都懂得这个意思 学佛就不迷信 佛法真的莫有迷信 佛法是教人觉悟 教人成就真实的智慧 http 冒号 斜杠 斜杠 三w.book853.com 斜杠 修.aspx 问号page等号50 语号语号id等号2467语号sit等号15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a, RICHARD, HAPPY 是阅 阮, 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iba spiritual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